Omicron傳播力強 二零二零年至今重複感染個案 累積一千兩百一十二人 數字還在增加 確診康復後生活中 怎麼預防 眾說紛紜 重複感的議題先起 話題就有人說 確診康復解割之後 如果沒有把舊的牙刷給丟掉的話 再用恐怕就會有重複感的問題 不過牙醫師說機率很低 日本研究不同變異株在塑膠製品上 Alpha可存活約五十六小時 Delta約一百一十四小時 而Omicron則能残留一百九十三點五小時 相當於八天之久 但專家分析兩點不用擔心 病毒大多分布咽喉 刷牙則在口腔不太會碰到 残留病毒量應該偏低 而刷牙丸沖洗牙刷 也不會残留太多病毒 或者把它消毒 若人擔心牙膏牙刷杯子 可以浸泡熱水靜置七到十天 或用漱口水代替刷牙 而化妝品 保養品 梳子等 可用酒精 漂白水擦拭 靜置一週 棉被 枕頭等請具 比照消毒 靜置 送洗 或陽光曝曬 降低病毒 殘留機率 在義大利大型的研究發現 二度感染比較耗發在年輕人 那這些年輕人主要還是因為 在社交活動比較頻繁 雖然你拿到一顆星星 不過他不是無敵星星 他是某種程度上 可能還是會再感染 也有醫師拿丹麥研究市井 兩百六十三位重複確診者 有一百四十人先染了丟塌 又感染畢業點兔 或兩次都感染畢業點兔的人 也大有人在 呼籲康復後 人要把疫苗打滿 畢以為拿了無敵星星 就真的無敵 進行文靈空信劉衛廷財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